近日,郭德纲在社交平台更新了一段在舞台上表演的视频 视频中的郭德纲穿着黄色的表演服,脸上化着浓的舞台装 只见他穿着厚底鞋,把腿慢慢弯曲,做出朝后倒的姿势 不一会儿,看到郭德纲整个人直接倒在了舞台上,摔得四仰八叉 最后,整个人都躺在了地上 舞台上没有一点防护 这个动作让在场的观众都吓了一跳 先是发出惊讶的声音,随后又爆发出阵阵着声 而郭德纲本人去配门车,一点也不痛 老郭在舞台上的动作引起网友热议 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有的说郭德纲还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 还有网友调侃说,看见郭德纲腿有点弯 但如果直接倒下去,肯定会受不了 还有一些对老郭极其关心的网友,还把他把腰闪到 不仅老郭表演的僵尸说也很真实 京剧天才小桃杨,做的僵尸摔比老郭还狠 肉眼可见,桃杨的表演难度更高 但他却丝毫不怕,腿似乎是直着躺了下去 这没一点功夫是做不到的 近年来,关于郭德纲唱戏这件事 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老郭给了京剧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京剧再次复苏了起来 批评郭德纲的说,他唱的根本就不是京剧 就是一个玩票的性质 甚至还有人说,郭德纲唱的京剧有一股帮子味 更严重的时候,说老郭就是在遭见传统京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欣赏一下老郭的拿手好戏 老郭最拿手的戏曲莫非叫小帆了 超高的吊门适合着嗓音 当运设理,除了小天才桃阳 没人能比老郭唱的好了 除了叫小帆 老郭会的曲目还有很多 比如帮子平戏太平歌词等 他也经常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片段 前不久发布了一段季工的演出视频 画面中的郭德纲穿着一身袈裟式的袍子 头上戴着季工的招牌帽子 音乐一起,开口一唱 那感觉来了 可以看出老郭除了相声也是非常喜爱京剧的 在很多场合,他都会上场演唱一段 郭德纲不仅在舞台上唱戏本 还在忙着话剧的表演 从官方发布的剧照来看 和表演戏曲一样 郭德纲同样表演十分卖力 不得不说,老郭真的很敬业 但即使这样 也有很多观众对老郭的京剧水平产生质疑 就连京剧大师王沛渝对老郭唱戏也有一些看法 下面这一段话引发网友热议 相声救了京剧呢 这个其实是一种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极端和片面的说法 那个时候相声艺术在台上 是拿京剧表演艺术家们 京剧名角们 杂挂 耍包袱 开玩笑 通过王沛渝的这番言论 可以感觉到 他对郭德纲的京剧水平并不太认可 因为在王沛渝看来 郭德纲表演的京剧 如果没有那些名家家持 并不会有多少真正热爱京剧的观众去听 你会发现 郭德纲吸引的那些京剧观众 其实还是那帮笑声观众 尤其是德云社粉丝 纷纷发起对王沛渝的口诛笔伐 认为他是再撑郭德纲的热度 也是一种嫉妒心理 人家郭德纲唱自己的京剧 按照你什么事呢 当然也有人认为 王沛渝是从专业角度 对郭德纲进行客观评价 并没有什么不妥 更不是嫉妒 可以看得出 大众对于郭德纲的评价 属于两极分化 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郭德纲创办的麒麟巨社 肯定是为京剧做出贡献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 郭德纲以及德云社的走红 肯定是带动了不少传统艺术的回暖 如果没有郭德纲和德云社 以及带动起来的麒麟巨社 那么如今可能很多年轻人 是不会去听 不会去看这些传统的曲艺 从他接收陶阳 和成立麒麟巨社开始 到后来 捕败京剧大师赵林彤先生为师 再到如今 亲自参与一场场京剧演出 都在证实郭德纲对戏曲不甘心 他曾经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是京剧 功底最深的是评书 最赚钱的是相声 哪怕是赔钱郭德纲都要唱京剧 对于老郭对京剧的喜爱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精神不老能让我点个小赞 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